韩国KBS电视台Music Bank音乐银行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 1月19日晚将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19日凌晨,主持人朴宝剑,男团FT Island,New East W,17,Monster X 以及女团Twice和歌手Ali 齐齐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为当晚举行的演唱会做准备 机场特别通道出口处,占满了街机的粉丝 大家手拿着应援物和大炮及手机 为捕捉偶像一瞬间的模样,软弱记者会现场一般 女歌手Ali衰先走出特别通道 紧接着在前一天Twice的直播中 受到死亡恐吓的成员周子余打头证不出 并亲民和粉丝挥手打招呼 她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 看来并没有受到事件影响 而Twice的成员们也边走边朝粉丝挥手 之后众人登上大巴车 不少粉丝更追到车窗前拍照 十分的疯狂 之后人系男星漂宝剑从特别通道走出 戴着眼镜和帽子的她 向记者和粉丝群挥手后快速上车 在漂宝剑之后步出的是男团Monster X 成员们看上去精神异议 除了挥手之外似乎还在玩着直播 而FT Island成员就紧随其后走出 一行人乘大巴车离开 另外最后一波步出机场通道的 是男团LUISW和男团Seventeen 虽然已经是夜深了 但是偶像和粉丝们的热情不减 成员们不忘亲民挥手致意 粉丝们就大声尖叫以表欢迎 而由于Seventeen人员众多 成员们和工作人员在排队上车时 都花了不少时间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